哈喽大家好,我是曼娜 今天我要见一位台湾女生 她是一位吃惊师 然后她跟结婚6年的日本老公离婚了 所以她现在在日本一个人相和 她是刚开始等吃惊师 所以她的收入是2万日币一亿 一个月2万日币 怎么可能可以在日本生活 所以今天跟大家一起分享 这个台湾女生的故事 那我们跟她恢复吧 她请当地的花点送一篮 蓝色的花 对 那结婚之后变了 就是慢慢开始摆烂 原型地露 所以我觉得我们不用再尝试改变任何一方 我们就和平的结束就好了 那离婚之后现在是带出镜子 那出镜子是不以为自己的很好吗 我目前还在努力中 一个月大概2万台左右 因为我爸爸她很几年的重病 然后那时候我看她这样子 就觉得她人生有很多后悔的事情 虽然我事情她可能也不喜欢 但是我不希望留下任何后悔 对于列宾的感觉 真的很感谢你 因为你通常不快乐的学生嘛 但是还在列宾的努力看看 我觉得真的很感动 而且很感谢你 是 你是Ely吗 你好,你好 初语マシテ 我有点吓到了 我对出镜子的印象是 自容自豐那種有點怕怕的感覺 但是伊莉是很可愛的感覺 你是台灣的哪裡人啊? 台北人 現在就在日本多久呢? 7年 7年? 哇很久耶 請多謝 伊莉是當初為什麼來日本呢? 我是2015年的時候和朋友一起來打工路舟 然後到現在一直都在日本嗎? 我之前也有短暫的回台灣 一開始的時候是喜歡那個 Tenis 弄我自己的 哦很好看對不對? 在開始學日文 那現在就在日本的哪裡啊? 千葉的 Funabashishi 為什麼就到哪裡呢? 我前夫住在前夫 哦所以已經對你來說 千葉是比較習慣的地方 啊就我的台灣朋友也是在前夫 韓子呢? 嗯 現在是2萬多塊3萬左右 很便宜耶 我住了Share House 所以才會得到 啊原來如此 剛來日本的時候就住在前一眼嗎? 啊我一開始住在丁地 那個時候在Matsuya 那時候在Matsuya Matsuya跟刺青師是差太多了吧 為什麼現在是想要當刺青師呢? 啊我大概20多歲來日本以後 就一直有想要刺青的想法 那時候只是找刺青師幫我刺青 但是為了要找到自己喜歡的風格 就會追蹤很多很多刺青師 那時候就有發現首次刺青這個刺青方式嘛 然後有遇到很喜歡的刺青師 所以就基地我也開始自己學習 然後還有去上課了 因為我爸爸他前幾年有一個重病 然後算是沒有辦法挽回的 就是會越來越嚴重 然後那時候我看他這樣子就覺得他人生有很多後悔的事情 雖然我私心他可能也不喜歡 但是我不希望留下任何後悔 然後我已經也想得夠久了 我可以為自己的身體做足夠 你跟前夫是怎麼認識的? 我們是在沙發衝浪的時候認識的 我們那時候會住沙發衝浪的CALSERVER的HOST的家裡面 然後他就是其中一個HOST 那時候是因為住在他家所以才認識 之後都一直有聯絡 後來我跟我朋友到北海道那邊辦展覽 就是我很喜歡拍照 我朋友是畫畫畫茶畫的 那時候他有一次問我說我喜歡什麼顏色 然後我說我喜歡藍色 因為我不知道他在問什麼 結果在我們辦展覽 副展的那一天 他請當地的花點送一籃 藍色的花 所以很浪漫 對 很浪漫 那時候你對日本男生的印象是什麼呢? 聽說很難聯絡到 然後還有一點大男人主義 結果覺得怎麼樣呢? 當下的時候 首先就是不會很難聯絡上 而且他對我們兩個人的未來很有想法 就是他會幫我們兩個人的未來規劃 我們交往大概半年左右就 好厲害喔 沒有想清楚 但是雄恨家人都是支持你們嗎? 因為我自己一直也都沒有什麼交往經驗 就是到了我爸爸媽媽 尤其是我媽媽他有一度還懷疑說我是不是喜歡女生 所以等到聽到我有男朋友 很開心 對對對 那時候想說我們兩個想要認真交往 然後看看有沒有機會結婚 然後把媽媽說好 那就就是你了 OK 為什麼最後還是離婚呢? 但是發現到我們兩個人對未來的想像是不太一樣 結婚前的話 他對你很好對不對? 那結婚之後變了? 就是慢慢開始擺爛 言行逼路 有沒有各式之類的嗎? 就是他肚子餓的話會心情很不好 他的脾氣可能會波及到我 所以他為了讓這件事情好處理一點 他就有規定說我們6點45分要吃晚餐 然後有一次是我做完菜比較晚一點點 所以我們吃飯開動的時間是6點50分 喔很重喔很厲害 然後吃完飯的時候他就是說你覺得怎麼樣 他的意思是說你有沒有反省檢討 蛤?太誇張了吧 而且他吃飯很快大概3分鐘 然後他比較不能夠理解我花30分鐘 或甚至一個小時做好幾道菜 然後又備菜然後又要整理廚房 什麼這些 對他來說就是他看不到這些 那個很矜持太誇張了 那你們的進景觀的概念是不一樣嗎? 非常不一樣 不一樣嗎? 我算是一個比較節儉的人 然後也沒有什麼物欲 但是他是很喜歡花錢 就是他覺得他花錢是投資不足 但是同時他又不希望我花錢 雖然我本來就不太花錢 可是當我在看一個商品的時候 其實我本來都會猶豫很久 決定要買或是不要買 就是在我嗨 剛開始看的時候 他就會說 我們家是基建主義 你不需要這樣 就是他會希望我盡量不要花錢 但是他自己是很樂意花他的錢 老公是什麼工作男? 他是公務員 或是小學老師 咦? 那麼你怪怪的? 有 三年期間我們一起外派到台灣 日本學校 那個時候外派的配偶是不能工作的 在台灣的時候? 對對對 但是你是台灣人 但是還是沒辦法工作? 日本的教育部 他們來說就是 先生的工作是外派去教日本人的學生 太太的工作就是去照顧先生在台灣的生活期間 所以這個決定是日本的政府決定的嗎? 對 但是會給太太收入 好像是親身的收入的12% 所以那時候大概是一萬公 我覺得那是結婚當中最難過的一段日子 就是我明明回台灣 然後很多事情幫手幫腳都不能做 你們在日本的時候是租前夜嗎? 然後租房子之類的嗎? 嗯 租房子 那個時候的生活OK嗎? 還可以 就是一開始的時候 我們的房子有兩個房間 只有一個房間有冷氣 所以就是雷波、雷波全部都是 是他的房間 日本的冬天是真的很冷 然後夏天是超級熱 那個時候是不是你們一起睡嗎? 一開始的時候是一起睡 可是因為他打呼有點嚴重 所以有時候太吵的時候 我就要去別的房間睡 才可以睡得著 夏天的時候就是 因為在廚房做差 還沒有假的 對啊 而且那時候我就說 那既然不裝冷氣 我們就買電風扇好了 對啊 然後那時候他也說 不用啊 為什麼要買電風扇 我說啊 可是你都一回家就在房間吹冷氣 但是我在廚房這邊 還有就是爐子的火很熱 不公平啊 對啊 所以我說就是至少我需要一台電風扇 電風扇也是 有點可愛的 外派結束回日本以後 住另一個家 然後那個家 剛好我選的房間是有冷氣的 然後前夫的房間是沒有冷氣的 Yay 對對對 但是他馬上就想說 啊沒有冷氣那我趕快裝 而且他就是趕在夏天來以前 春天他就裝好 真的不公平 覺得我可以吃苦 然後我辛苦一點沒關係 他說他的人生目標就是要爽爽嗎 之前有一次我在我房間運動 然後他站在冰箱旁邊 他要我幫他拿冰棒出來吃 然後我說嗯你人就站在冰箱旁邊 然後我那時候就有點不開心 我就跟他說就是你這可以自己做啊 他說但是我的人生目標就是要爽爽過 我就有跟他說 但是你有沒有想過你的爽爽過 是建立在勞動奴役我成長這樣 但是他說但是如果我爽爽過的話 阿里爽爽過的話 那他就辛苦啦這樣 所以他完全不可以你的事情 對 但是 但是為什麼那個時候是還想要跟他在一起呢 其實因為像是我看著我爸爸媽媽 就是他們雖然 偶爾也會吵架 好朋友 可是他們還是維持在這個婚姻裡面 所以我想說就是他們做得到 我覺得我也做得到 我也是慢慢了解到其他夫婦的相處狀況才曉得 就是他對我好一點 除了大男人以外 好像又再更過分了一點 對呀 好像七夫的那種 對對 八靈的那種的 因為他自然都會說 啊日本人都這樣 他很常用這句話就是來呼嚨 那他的家人是怎麼樣的人呢 我覺得還蠻有趣的是 我的前夫的爸爸媽媽是講話很輕柔 但是我的前夫他是一個很大嫂男人 平常喜歡畫畫嗎 嗯 我小時候就很喜歡畫畫 本來是想要考美術班 你的畫畫是真的很細耶 這個很可愛耶 今天在等人的時候畫的 哇這個呢 其實是真的很細 伊莉經常來這裡嗎 偶爾會過來 因為這邊算是從千葉到我的工作室的中途轉運的地方 而且這裡是很在地的地方耶 而且這裡是很在地的地方耶 這種的那個氣氛是在日本越來越少的 對不對 嗨乾杯 哇我很喜歡這種的很日本的感覺 伊莉是一次都連累對不對 但是為什麼最後選擇離婚呢 因為他每年都會去泰國玩 最後一次他去泰國玩的時候 他去了大概一兩個星期吧 然後那個時候是我第一次沒有跟他一起去泰國 所以一個人生活 上班啊 然後生活 買菜煮菜 我覺得我過得很充實 那時候我就是第一次發現到 喔原來我一個人生活這麼快 一個新的體驗 就是知道他要回來的前一天 因為我有跑步的習慣 然後那個時候我出門去練習慢跑 然後回來之後 一般就是運動完後 心情會很好 在洗澡的時候 我就想到說 啊那他明天要回來的 就是我的這個快樂的生活要結束了 這講好像有點過分 可是就是那時候我是想到說 明天開始我又要回去原本的生活 我和他一起過這樣子的忍耐的日子 那時候不曉得為什麼 我就突然就哭了 沒想到其實我自己 原來已經不開心那麼久了 在這段婚姻裡面 那第二天回來之後呢 姐姐講了嗎 我好像是過了一段時間之後才告訴他 我告訴他這件事情以後 他也沒有很開心 他不太想要接受這件事情 對他來說就是 我的不開心 我自己忍耐就好了 為什麼要告訴他 讓他也有這個煩惱 然後他覺得這樣讓他 什麼意思 我也覺得有點就是難以理解 對我來說就是一個婚姻中的問題 最好的話是我們可以一起解決 但是他不想要解決 然後他有說 他其實一直很感謝我 和他一起就是外派 用了我人生的三年時間陪他 所以他說他一直都對我有感謝的心情 一直想要 有想要珍惜我的想法 所以他不想要離婚這樣 所以他說希望我能給他一點時間 他想要努力看看這樣 雖然對我來說就是已經太晚 解決了 對 因為我在提離婚的時候 我有講到一點就是 其實我覺得我們不合 是我們兩個人都有責任 就是我可能沒有辦法成為他心目中 那樣把他照顧得 無為不至的太太 然後他可能也不是我心目中想要的先生 所以就算位置交換過來的話 其實他要改變 他終於可以很累 對 所以我覺得我們不用再 就是嘗試改變任何地方 就和平的結束就好 但是他覺得他還是想要努力看看 然後結果呢 他一開始有說想要幫我準備早餐 切水果給我 好像不到一個月 然後他就忘記了 那你們決定離婚的時候啊 他的父母啊 然後你的爸爸媽媽覺得怎麼樣呢 我一開始跟我媽媽講的時候 我是跟他說 年末的時候 我們不會一起回台灣 然後媽媽說 喔怎麼了 吵架啦 我說沒有吵架 媽媽就說 要離婚喔 我說對 不愧是我媽媽 要跟他的爸爸媽媽談離婚的時候 其實那是讓我最緊張 最擔心的一部分 因為他們兩個對我很好 其實我們感情也算不錯的 我那時候有問前夫說 要由我來提還是你來提 因為感覺由我來提 因為有點過分 還好前夫說 那他就由他來說 提離婚以後 還沒有離婚以前 他媽媽就寫信給我 他跟我說 就是很可惜 我已經不會再當他們的媳婦了 對他來說 我一直都是一個 很有知性的漂亮的媳婦這樣 我是讓他感到 驕傲的媳婦這樣子 心中大石落下 因為一開始本來很擔心 會不會就是對方不高興啊什麼的 可是他們算是很平靜的接受這一切 那離婚的時候啊 有春感嗎 有一點點就是我打工成的錢 因為我離婚的時候 本來想說就要回台灣 所以我把很多的日幣都換成台幣 所以我現在日本這邊的存款 剩下四十幾萬 離婚之後現在是當出鏡子 那出鏡子是不以為主女的生活嗎 我目前還在努力中 就是我的事業才剛剛開始 所以知道我的人還沒有那麼多 所以客人也不是很多 每個月大概兩萬塊左右 而且你的Fairhouse是兩萬多的 對兩萬多塊三萬 那現在的話 我現在是用了錢 但是我覺得還蠻快樂的 就是可以做我自己想要做的事情 然後全新投入裡面 你現在就在前一年對不對 但是你的工作室是在西南町 會不會很辛苦 比較遠吧 大概一個半小時的車子 因為現在我的工作還不是很穩定 所以不是天天來 而是有客人 預約的時候才會進東西 你的店是在這裡嗎 對在前面那邊 今天有客人嗎 今天有客人嗎 有今天有 是日本人還是台灣人 好啊 那我們GOGO吧 哇這裡嗎 我覺得很貴 對 那個呢 這是一個資金師 喔 所以 有客人來的時候才會進來 但是你的資金跟普通的資金 是不一樣的感覺對不對 不一樣的混合 而且我不是用機器 我是用手字 所以比較好時間 很用心耶 這裡的資金是多少呢 這邊是算分潤紙 新人的話 我們拿到的利潤會比較少 然後如果慢慢變得比較有名 或是客人比較多一點的話 我們得到的分潤就可以慢慢變多了 現在做什麼呢 現在在準備我的station 客人來的時候 可以節省一點時間 然後直接進入討論 然後為什麼要嗎 因為我們會有不同的資金師在使用這個地方 啊 要乾淨一點 要乾淨 衛生 你好 你好 你好我是Lana 你好 你有吃這個嗎 我上次來給你吃一個 然後我很喜歡 然後我這次想要吃你的胸側 哇 你是槍客ですね 哈哈哈哈 哇 Elly做得很幸運 而且很專業耶 啊 這樣子要去去留步對不對 嗯 力道要維持一支 很開心 姐姐會不會很動嗎 不會 真的嗎 對就像蚊子叮那種 欸 我通常吃到有點就快睡著了 欸 哈哈哈 為什麼選擇醜刺呢 我覺得看起來會比第七次線條還要在很柔和一點點 顏色上 姐姐為什麼想要吃雞呢 其實我一開始對吃雞沒什麼興趣 就是因為我的爸爸媽媽就 就是比較傳統 我就覺得最近是 像黑社會啊 Yakusha這樣 兩個多月吧 我在滑手機 啊 就看到 她的作品 然後我說哇她的作品很漂亮 就是很低調 很有質感 我就馬上聯繫她了 欸那吃第一個之後覺得 生活上有改變了嗎 沒有耶 可是我反而覺得 不知道為什麼吃了之後 好像更有自信的感覺 哈哈哈 耶 素敵 弄一個吃雞 大概要花多少吃錢呢 大概是一個棒小吃 左右 結束了嗎 結束了嗎 嘩 嘩 超可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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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有質感 而且是我喜歡的 喔 哇 辛苦你們了 哇 花很多時間對不對 喔 應該是三四個小時 會不會覺得很累 看到餐廳很舒服 嗯 而且覺得很開心 看到你的那個 就很開心耶 價格也是 現在是為什麼怎麼那麼便宜呢 啊 因為我們現在是剛開始 刺青的話就是隨著 資歷啊 然後做品集越來越多 然後就是可以收不到一般的價格 啊 哇 這個是你自己做的嗎 對啊 還是呢 五五三飛行包包 哇 謝謝謝謝 いただきます 所以每天都會煮飯嗎 嗯 每天都會煮飯嗎 哇 好厲害 嗯 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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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要自己做的嗎 嗯 滿滿的台灣味 謝謝 但是呢 收入是兩萬日比 但是呢 一個客人要發 兩個小時 三個小時 對不對 現在的話 一個禮拜有打開多少的客人呢 那好像是一週最多會做一個客人 嗯 嗯 希望你越來越喊一些 謝謝 那有未來的目標之類的嗎 我希望可以在日本 用自己的資金工作室 然後可以每年有固定的時間 去各個國家駐店刺青 哇 很酷 但是我覺得在哪裡很厲害 因為你離婚然後進線資金 沒有拿到一塊的那個勞工的權嘛 嗯 然後現在是自己努力 而且還在那邊挑戰看看對不對 嗯 一開始跟我一起來打工度假的朋友 他比我早選擇了 就是走自己喜歡的藝術這條路 然後他就會鼓勵我說 雖然現在比較辛苦一點 可是一定會順利 一定可以的 要成功這一段 對對對 成功之前是有辛苦的時間對不對 嗯 那你自己覺得自己的現在的決定是對的嗎 嗯 嗯 非常滿意 沒有後悔的 嗯沒有後悔 真的覺得現在過得最充實 然後最忠於自己 嗯嗯 對日本人來說真的很感謝你 因為你有很痛苦不快樂的時間嘛 但是還在日本努力看看 嗯 我覺得真的很感動 而且很感謝你 然後希望 覺得 不是每個日本人都是不好 嗯 希望很多台灣人 或者是日本人 可以找 莉莉的慈青 如果有進出的話 我也是我在台灣加油 然後你也在日本加油 一起加油吧 加油 好今天的影片到中間 別忘記當中按訂閱 還有開啟小琳娜 還有Follow我們的Instagram 然後真的謝謝 SuperSix大家 讓我們可以繼續拍影片 真的很感謝大家 謝謝 謝謝 那下次的影片很好看 所以大家一定要期待一下 我們下個角 掰掰 掰掰 欸你上次好像有去 我上個工作的按摩店 我帶你的歐巴掌 我是甘衡的 我看到你是不是很紅 我是甘衡的 我看你下午餐 太好 乾杯 謝謝 待會